用ease还是用r呢?千万不要再局限于单数ease负数r了 今天这个视频将有点不一样的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 看口诀 看明亮 找究竟 明指的是名词 是可数名词还是不可数名词 是单数还是负数 量指的是量词 有量词 量词定单负 那么找究竟 当这个句子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时 看究竟原则 离必动词最近的那个 是单数就是单数 是负数就是负数 第一题 a book 一本书主语是单数 我们必动词用ease 第二题 some juice 看到一些好人就选了 是负数 no 我们要看后面 some后面跟的是一个juice 果汁 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我们用ease 第三题 some boas boas 球 是可数名词的负数形式 负数形式 我们要用a 第四题 a river and sunflowers 当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时 看一下离必动词最近的 a river 它是一个单数形式 就用ease 第五题 five bottles of water 有量词 量词订单负 bottles 平 里边是一个负数 五平 必动词我们用a 第六题 a box of apples 一箱苹果 有量词 量词订单负 a box 一箱是单数 必动词就用ease 你都学会了吗 小负数 中氯果 一箱苹果 协数 添